引人们的关注 毕竟皇帝是怎么昂生活的 谁都是好奇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故宫便向百姓开展 这就是的百姓有机会进入皇宫当中 不过大家都没有发现 在故宫当中并不是所有地方大家都可以前往的 有些地方是禁止大家参观的 比如说冷宫 冷宫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一直都是妃子的流放之地 在里面的妃子基本上只能郁郁寡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便使得冷宫总是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民间有关冷宫的诡异故事不在少数 可是这也激起人们的好奇心 当然在故宫当中 最让人们熟知的便是东筒子家道 据说这个路上常常会出现诡异事件 尤其是大雨天气下 虽然没有人亲眼的见识过 但是随着传播大部分人还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故宫最为我国雄伟的古代建筑 这也吸引很多历史专家前来考察 想要通过对故宫的考察 看看中国古代的工艺技术在明朝时期有多厉害 故宫的占地面积高达72万平方米 这就是使得有些地方是不对游客开放的 历史学家的话是可以进学的 游客无法进学的区域便是冷宫 这就更是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有关冷宫的各种故事可谓是层出不穷 当时的专家也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 大部分的说法都是道路不同 或者是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参观 于是便禁止对外开放 对于这些说法 百姓们肯定是不信的 但是自己也无法亲自进入冷宫当中 慢慢的这件事情也冷却下来 不过还是有人向国家反映 希望能够将故宫全面地进行开放 不过这时候专家便开始说话 故宫不开放的地区 并不能在什么灵异事件 至于大家所说的诡异事件 都是能够用科学解释的 至于为何不开放那些地方 主要的原因便是没有准备完善 所以为向大家进行开放 当时溥仪在听到专家解释之后 便笑着说这哪里是什么准备不完善 明明是冷宫非常的破旧 有很大的倒塌几率罢了 对于自己这个观点 溥仪便解释道 在自己执政的纳会国库 基本没有多少银子 只能够勉强地支持朝廷的运转 哪有什么闲钱去修 无人居住的冷宫 不仅是清朝 明朝时期也是如此 冷宫便慢慢地成为微房 拥有很大的倒塌几率